台风康瑞横扫台湾 引起BBC、卫报、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外媒广泛关注 那么CNN就大载台湾应对强台的记录良好 路透社也引述台积电报导 表示公司预计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书发部在各县市都至少准备一具的低轨道卫星 确保通讯不会中断 而辉达也助攻台湾整理更贴合准确的台风路径 强台康瑞来袭总统赖清德周四上午视察了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备战台风可能造成的伤害影响 除了救灾人员待命 也运用低轨卫星确保通讯 书发部也充分的每一个县市 最少都有一具低轨道卫星 也就是说让灾害来临的时候 各县市的通讯不至于中断 而这一次华联县政府 前前后后也得到六具 低轨道卫星 可以确保花联的通讯安全 台湾深化科技防台 今年六月会大执行长黄仁勋演说中 让外界认识AI应用天气预报 跟和台湾中央气象署合作 NVIDIA AI模型Cordiff 运用台湾中央气象署四年的周边天气资料 进行训练 进而产出更贴合准确的台风路径 七月凯米台风 就首次运用Cordiff模型 用Cordiff 像Chandhu 可以从25km到2km的预定 以1000倍速度 和3000倍速度 平常的颜色风格 台湾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 万媒路透也报道关注 台湾如何运用人工智慧 更精准预测台风动态路径 新唐也在电视胡宗翰 曾新敏整理报道